好 接著繼續講這個努力 我們今次講Mobility or Labor 努力的 勞工的流動性 這個流動性其實工人有兩種 一種叫Occupational Mobility 一種叫Geographical Mobility 看這個字面都知道 Occupational Mobility叫做職業的流動性 代表工人願不願意或者容易 Move from one occupation to another 即是工人願不願意或者容易轉工 轉職業 要講到明 轉職業 可能同一個地方轉了另一種工種 工職業 例如醫生變成教師 教師變成醫生 容易不容易呢 或者願不願意呢 另一種的流動性就是 Geographical Mobility 叫做地域上的流動性 直譯的 所以這個不是轉職業 是轉什麼 轉Working Place 你輸了好像用Working Area 後來我都說了 Place 更加簡單的 這個英文都一樣意思 即是那些工人願不願意 或者容易 由一個工作地點轉到另一個工作地點 OK 意思 可能沒有轉職業 即是大家都教師 例如我在上水教書 然後我轉去灣仔教書 覺得我會不會願意呢 願意一些呢 還是容易不容易呢 你會講到這個流動性 地域上的流動性 所以我回答題目 你不要只回答Mobility labor 再回答哪一歲哪類才有分的 我們看一看 究竟有什麼 令到那些工人 Occupation Mobility 或者駐浩駕駛 Mobility 是高一些還是低一些 逐個看 第一個 Occupation 再重複一點 就是講 那些工人 由一個Occupation 轉到一個Occupation 一個職業 變成另一個職業 那個流動性高還是低 當然Depend 就是那個工人 原原意 以及容易 兩個Factor 如果很容易 或者很容易轉工 或者很容易轉工 轉個職業的話 我們會說 有一個High Occupational Mobility 或者Occupational Mobiles 意思 有高的職業流動性 轉職業很容易 例如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 原來他做教育也可以 做零售也可以 做醫療服務業也可以 或者做從商也可以 或者製造業也可以 他什麼工都可以做的 很容易 或者是願意轉工 這樣 我說他 就 有一個High Occupational Mobility 轉工對來講 很容易的 或者很願意的 所以說一些人 哇 一輩子都在做同一個職業的話 我就說 低Occupational Mobility 嘗嘗嘗嘗嘗嘗嘗 有不同的人 找不同行業的人 他的Occupational Mobility 都可以比較到高 還是低 例如說兩種Taxi Driver 和Magicians 魔術師 究竟哪個 Occupational Mobility 是高一點的呢 我們就看看 究竟他們容易轉工 或者願不願意轉工 看看 原來Taxi Driver 應該是高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Taxi Driver 那個行業 或者他的技能 其實在其他行業 都可以用到 就是他懂得開車 很多工業 或者很多行業 都需要 有Driving Skills 懂得開車的技術 很容易 Taxi Driver 去轉工 不開的士 可能可以轉做私人司機 等等等等 都可以 容易 相反 魔術師那種技能 其他行業 未必適合 可能就很難轉其他行業 對於他來說 轉行的話 這個也能解釋到 為什麼他的Occupational Mobility 是低一點 究竟有什麼 令到Occupational Mobility 高一點 其實是令到一些人 容易轉職業 容易一些 例如 最簡單 剛才說過 要轉工 要懂得新工的技術 才可以 所以很多時候 政府為什麼 令到工人 轉工 轉職業容易一些呢 例如我們香港 在這個 90年代 或者 開始 我們的工業 就沒有了 轉移了 回大陸做了 所以很多製造工人 製造業工人 就失業了 找不到其他工作 為什麼呢 轉不到工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不適合其他工種的技術 香港政府就提供 more training retraining program 再培訓計劃 我們有一個再培訓局 提供再培訓科程 讓那些人 找不到工作 做人 去學一些新的技術 其他行業 例如學什麼 學酒店 學一些文書處理 等等等等 簡單的那些 令到 容易轉職業 所以可以 provide more retraining program 給那些 轉不到工的人 可以增加職業上的流動性 令人轉工容易一些 因為有新的 職業 其他職業的技術 技能 知識 第二個 有些人轉工 可能因為其他職業 可能要求很高 所以 如果讓我們轉工多些 可能減低其他工種 職業的要求 就是 lower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 or some occupations 令到其他行業 入職的要求 entrance requirement 是低一點 特別是professional 減低一點 令到 或者一些國家 可能有些labor union 工會 你要轉職業 要入到工會 才行 合乎資格 如果工會要求很高 就做不到職業 一入不到工會 那就 工會控制 所以 由於工會 或者一些專業甜體 減低職業的要求 入職要求 亦都令到其他人 可以入職這種行業 容易一些 都令到他們轉職業 容易一些 就可以減低 增加occupational mobility 然後 第三個 可以 improve the rewards or working conditions or some occupations so that workers are more willing to change occupations 有些人不轉工 因為其他行業 職業太差了 不願意轉工 可以入職 應該沒有人肯入職 不是那些人 不合乎資格 可以將某些工種 不受歡迎的那些 連到他們的獎勵 人工交多一些 福利好一些 工作環境好一些 就多些人 願意去那些職業去工作 亦都可以增加 職業的流動性 不过我觉得第四点是更好写的 Provide more job of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在不同行业里面 我们可以提供多些工作的资讯 因为你想转职业 也不知道哪个职业是有工作 或者有人做 有人请 例如 例如劳工署可以提供不同职业的要求 列出来 或者工作机会 认识哪个公司有职业 即使我有那个技能 或者有学历 专业资格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职业 所以如果特别看多些资讯 知道哪些公司有职业 就可以进入公司去投考 所以想转工人士 容易转职业 转职业人士 都可以增加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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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4点 就是 使人 减低转工的难度 或是令人多些合乎资格 得到其他 职业的技术 或是知识 或者使得一些人 便可以转工 也可 转工的职业 留意是转职业 不是转地方 有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解释 为什么那些人容易转工呢? 愿意转工 其实看起来 用这个最简单 用一个代价来看 有些转工的代价 我们叫opportunity cost 还有不转工的代价 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很明显 如果转工的代价很高 特别是高 我们不如留在现在做的话 职业的话 那些人就不愿意转工 所以这就是internet course 所以你解释 为什么这个medical doctor 是医生呢? 为什么他很少转工呢? 香港转职业 就是不做医生 做其他呢? 举个例子 如果医生不做 可能去教书 为什么很少医生会转来做教师呢? 很简单 简单就是opportunity cost 看回转工 一个医生转工来转去教师的话 他要放去什么呢? 放去了现在的公司 现在做医生的薪金 简单来说 当然其他东西 我们还用money cost 来解释简单一点 只是money cost 但医生薪一般来说 就高一点 高于教师 留意 高一点 例如一个医生 可能是10万元个月 假设一下 他不做医生 就放去了现在医生的薪金 money income 就是10万元个月 假设 所以他不转工 就是stay as a doctor 放去什么呢? 没有转做医生 没有转做教书 教师 放去什么呢? 放去就是教师的薪金 another occupation 都是best alternative 的occupation 另一个最好的职业 就是可能教书 但教书的薪金 通常是低于医生的 可能只有2万元个月 所以如果他不转工 留在做医生的话 我们不是看得到的东西 放去教师的薪金 就是2万元而已 很模型呢 就是 转做教师 他就放去了10万元 医生人工 假设例子 继续做医生 他就放去教师的薪金 是2万元而已 所以简单来说 继续做医生 他放弃的教师薪金 2万元 是低于 转做教师 放弃的医生薪金 10万元 所以 the cost of staying as a doctor is lower than the cost of training his occupation 所以基于这样的比较 那些医生就当然 继续做医生 selden train their occupation 就不会 那么容易转工 当然你说 为什么继续有人 医生会转工 可能就是因为 其他的benefit 好一些 其他职业 这个就 不在这里说 多数都很少转工 转职业 好 看看你自己 如果没问题 就要下一个 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 都是用cores来解释的 不过这个 今次就是 两种职业比较 为什么一个 occupation mobility 高点低点 你一个低点 这个是用医生 Dr. Chang也是 他有 请了两个 护士来 在企所里面工作 问你呢 问你呢 为什么 护士 是不是 护士 sorry 问你为什么 护士的occupation mobility 是高点呢 为什么护士 通常多些 转职业呢 但是 Dr. 少一点 问你 是不是 问你 所以 答答是yes or no 答案 当然是 yes 他说 occupation mobility alerts 应该是高点的 护士来说 平衡来说 他愿意 转职业 多些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最主要的 第一个就是 技术那个 护士的技术 通常呢 相对医生来说 是less special 相对 医生 留意一下 因为 于是 不在clinic 做事呢 可以做其他的 行业 都容易一些 但是 医生 手术使得 比较容易一些 transfer the act of occupation 可能转去老人院做 等等的东西 就做 做护理员 就不是做护士 不过其实都少 因为护士都是一个专业 但是这个是比较 doctor 和lust 其实我觉得 第三点 比较 合理一些 护士通常的income 通常是低于 医生的 所以用回 第一个 example呢 我们 如果放去做护士呢 等于放去了护士的薪金 放去做doctor 放去做护士的薪金 护士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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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转薪呢 他的薪金 就放去护士的薪金 是高于护士的薪金 去转职业 护士的薪金 所以解释到 医生 比护士的薪金更加少 转薪的薪金 但是护士的薪金 就比较多一点的 但这个是相对的 其实比其他行业 两个都是专业人士 他们都比较少转薪 因为他们的薪金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比其他行业的 但是两个比较 doctor 比较少转薪的 护士多一点 这个是个例子 就硬要把他们的两个比较 对于mcq 有时都会这样问你的 哪个occupation mobility 是最低的 有四个行业 常常都觉得 看回他们 如果转薪的放弃成本 高还是低 如果是很高的 就很少转薪 转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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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转薪 转薪 或者是容易转薪 如果 容易转薪的 occupation mobility 就高了 如果很容易转薪 转薪的话 occupation mobility 就低了 就是转不了薪 想转都转不了了 再看回他们 这儿呢 teacher呢 其实也很低的 因为很少转薪的 但是要比较 看回B1的工资 很少转薪 不愿意转薪 转薪 所以teacher lawyer lawry driver 就是 货车司机 secretary 就是秘书 我觉得最少转薪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 Be a lawyer 因为 lawyer是一个专业的嘛 其他就没那么专业的 留意 相对地 因为专业引致了 他们那个的 一般来说 人工是高一点的 所以他们转薪的成本 就高一点了 放在现在人工高一点 我觉得 反正其他一些 可能其他 都可能比他高的 人工 其他 转行的话 有机会的 特别是secretary 秘书 不同的行业 都可能需要秘书 我觉得 所以比较容易转行多一点 说完这个 occupation mobility 我说一下 核心 mobility 先休息一下 因为大家都类似 不过今次不是转行 不是转职业 是转 working place 或者working area 转了地区工作 所以 那个 职业可能没有变的 留意 但只是转地方 所以不理会 职业没有变 当然有些职业也变了 两种 两种 mobility都有 都高的 如果容易的话 但是这里只是转 working place 而已 转工作地区 地点而已 这个就是geographical mobility 就是地域上的流动性 同样第一个人 就经常转地区做事的 或者很难 很容易转地区做事的 对于那个人来说 就是high occupation low high geographical mobility 所以有一个人 如果长期都留在一个地区做事的 我们就说他有一个low的 geographical mobility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当然了 好像你的例子 一个中港两地这个人 经常走来走去做事的 有时在香港做些事 有时就回内地 做事的 我就说他 主要geographical mobility 就高了 mobile 所以这个人 长期都在香港做事 长期都在内地做事 我就是low occupation mobility 如果在香港做事 我长期都在上水工作 自然的occupation mobility 比较低 有些人在十年代里 转了这么多 有几年在香港 有几年在九龙 有几年在新界区 转来转去職地点 就算職業 一样 但是他转了工作地点 我都说他有一个 high occupation mobility 要相对地 什么意思 所谓转地区 就不是转这个的职业 职业转了都可以的 无所谓的 就不变都可以的 亦可以比较一下 有一个工人如果在长洲 有工人在太古城 你觉得哪一个geographical mobility 是高一点呢 那我们去看看吧 看看其实方不方便 长洲出来工作呢 虽然要坐船 是不是呀 船期也有的 不过就麻烦点了 很早就要坐船时间 可能要很早 很早上班的 很早起床的 如果在长洲工作的人 就比较少一些 出来麻烦点了 因为成本高 无论time course money course 都高了 又要坐船 所以不如留在长洲工作 比较成本高 泰古城是很方便的 因为泰古城到处做事呢 他就算住在泰古城 他到处去呢 香港有地铁 有巴士 有小巴等等的东西 工作方便 所以说有better transport better transport letwork 那个的 运输的网络是好一点 容易一点 令到他travel chiply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车费便宜点 快一点 讲低time course 也都方便一点 所以他们转租地方 工作容易一点 交通方便一点 简单来说 成本交通费也低一点 长洲 要转出来做事呢 车费的时间也很高一点 也没有那么方便 因为船期 就不一定很密的 所以你会看到呢 其实我们有什么factor 令到 影响主要关闭之一 通常看运输费 方不方便等等的东西 才鼓励那些人 去转地方工作 所以有什么方法 令到 主要关闭之一增加呢 就是让人更加愿意 去转地方工作呢 第一个就是 就是imput transport network 就是让交通网络 运输网络 好一点 方便一点 或者reduce transport course 减低运输的成本 踏车成本 如果改善一点 而来到 降低 减价的话 降低一些的话 那些人就愿意周围走 周围转地方做事 否则就便宜一些 首先就低一些 第二个当然啦 其实跟以前的 occupation 不必一样啦 我们提供更多 导致的 in different area 我们知道 我们想转 我们想转去 第二区 去做事 都知道 第二区的工作资讯 有没有人请我 所以我们透过 例如 透过劳工处 提供各区的 就议情况 有什么公司请人 我们看到适合的话 就如要转工 如果适合 或者好 现在的话 我都想转都转不了 转去地区做事 所以我们提供更多 不过是导致的 in different area 或者places 留意一下 place different place 好跟着 第3个可以就是 improve th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ocial conditions 令到其他地区的 经济 政治 或者社会的 情况是好些 那些人才愿意去其他工作 去做事 如果那个地区 打仗的 说那个地区的经济不好的 或者很麻烦的 甚至乎 很危险的 那些人当然不愿意跨他工作啦 反而我们 如果来到其他工作环境好些 或者其他因素好些 那些人愿意去跨他工作咯 那就增加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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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愿意去做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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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人們跨區工作 例如在香港 例如香港的例子就是 我們有個 Work Incentive Transport Subsidy Scheme 這個DST 出過的題目 鼓勵就要交通津貼計劃 其實是什麼來的 就是一些偏遠地區 例如元朗 水圍那些地區 因為運輸食很貴 出來九龍區做事 找東西做 可能每天的車費都貴 扣除車費 可能每天得到人家很少 所以人家就不願意跨區工作 跨區工作 但是元朗 水圍那些地區的工作機會是低的 變成找不到工作 或者沒有工作 出去做事 交通費高的人覺得值得出去做事 鼓勵就要給邊編地區的人 一些津貼的交通費 令到運輸費就可以有補貼 鼓勵人們出外找工作做 這個意思 這些人找到工作 跨區工作 可以增加 Geographic Mobility 政府不同的政策都可以幫忙的 這是一個例子來的 好 自己看看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可以做 MC 的 一樣 這是 DSC 題目 要是做了才對 看看題目 好 就對了 這裏有兩個blanks 兩個空格 其實你滾了一個 直接說到第二個 第一個就是問你什麼 Mobility Labor 下降 如果什麼發生 後面是原因 令到前面有改變下降 兩隻都是 Geographic Mobility Occupational Mobility 所以要逐個說 A 和 B 都是 Geographic Mobility 如果地域上流動性會下降 即是跨區工作 不願意 或少一點的話 哪個原因 下面第一個原因 A 就說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 us City Bike Rental Scheme In All Train Station 即是很多的火車站 提供一個城市單車 租貸的 租務的計劃 其實很多 國家也有台灣 日本也有 但是也有所有 令到人家 就交通方便一些 因為去到那個Train Station 就可以下車 租一個單車 然後租一個單車 去到工作地區 願意方便一些 工作是不是 估計那些人跨區工作 所以應該是增加了 重要的關係 Mobility 就不是減低 所以答案就不是A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Cerval Big Company 設置了 Child Care Centers in the Office 這個就是很多大公司 在自己的辦公室 成立一個 Child Care Center 即是照顧兒童的中心 例如托兒園 類似 這個也是令到人 願意去那些公司去工作的 但是也是令到人 願意跨區工作 因為跨區工作 可以帶子女去 可以照顧子女 如果跨區工作 子女跟你們很遠 所以這些人 更加願意跨區工作 所以這也是增加 Graphic Mobility 所以兩個都錯 都不是減低 所以唯有答案 C多一點 一定是Occupage Mobility 就是令到人 轉行 下降 更加不如意駐行 C就說原因是 就是因為 the traveling subsidi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s reduced due to budget deficits Budget deficits 即是叫財政赤字 政府財政赤字 即是說 他那一年 財政領導裡面的收入 是少於支出 所以出現財政赤字 正是原因是因為財政赤字 所以就減低那個 Traveling Submit 交通的補貼 簡單的補貼就是 你的車費就加回 所以給了一次 坐車去上班 車費就高了 少了補貼 所以其實這個影響是什麼 影響了 Graphic Mobility 是降低的人 就沒那麼願意跨區工作了 以前有補貼 沒有補貼就不願意 因為車費會貴了 成本高了 所以答案一定是D Occupation Mobility 會降低的 如果license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more professionals 如果很多主義體 政府要求更加多的證書 增加那些主義體 那個要求 入職要求的話 更加難 更加難 那些人轉去做職業工作了 轉不到那些人 少了些人轉行的話 Occupation Mobility 就降低了 所以答案就是D 好 有問題 就自己發訊息 再問我 好 我們就來到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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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